走不走山 也不能够爬 怎能唱山 唱法帝沙 来的 同志们 向前与上 谁也不忠 离开我的家 叫你每日散散 天晚饭 你叫住一道 心底下 这样的 遥远房又大 你哥哥想过 黑铁塔 到那时 深谷里状况 啊 长大 石层江南 把笔杀 笑脸寒奸 心飞发 打赫那日门 强道回老家 等到那 云霈日出 家家都把那红皮瓜 还来看我 你这个明明 老马 我是认为邻居非常有市场 因为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们追究的是文化 比如我们家一起去KTV的时候 我们家的老人呢 经常会点一些那个 比较老的这个戏曲唱段 书上的鸟儿 成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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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只要换 一人远来 若只不 我只要睡来 只需要用 我这个年代的人呢 几乎没有不贵的 当时天仙佩电影出来 我们记着就是 哎呀 就是买那个票啊 那时候还排队啊 是这种音乐旋律的特点 异于大家记忆 异于大家学唱 而且呢 这种学唱呢 实际上呢 在很大的意义上呢 是普及了戏曲 《平剧》是我国北方地区的 一种非方戏 其中《花为梅》中的唱段 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